Gayiro Ready 今集是一個非常簡單的Party Food 我想我intro的時候都說了 我們眼前有一個已經是我們醃製好的雞軟骨 這個是我們雞膝軟骨 日本產的 跟我們平時在外面的急凍店買回來的雞軟骨 Size 都有點分別 大粒一點 看起來都好像挺好吃 是吧 這個時候不如回一回帶 看看上次我們做了些什麼 今集想說一說到底我們在家 怎樣可以做一個很簡單 又很多人喜歡吃 又很好吃的椒鹽雞軟骨 其實這個雞軟骨是要炸 或者要一些高溫去處理才會好吃 或者燒 相信未來新年的時候 或者是小Party 應該都用得著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或者是收藏了它 如果適合的話 好 我們先介紹一下食物 早前我就買了一些雞軟骨回來 這些雞軟骨是日本的雞塞的雞軟骨 即是雞塞頭的雞軟骨 那次拆開的時候 其實是2kg的雞軟骨 我就 portion up 了一點點 令自己方便一點用 今天就先煮這麼多 這裡也不少了 其實我們醃的過程裡面 它都會出水 令我們醃的時候 味道容易入 醃它其實有很多個方法 你可以用鹽胡椒粉 或者用椒鹽 或者用豉油 用酒 好 我們這次就會用鹽胡椒粉 但其實你一瓶這些椒鹽得很夠 其實這瓶是味精 所以我就建議不要用那麼多 你要它的味就OK 不要那麼多 如果你不怕 夠薑的話 你可以全部用它來醃 不用鹽胡椒粉去幫你都OK 我試過是OK的 你喜歡吧 無所謂的 你喜歡多加一點味精都OK 加一點雞粉都OK 有些酒 我會噴下去 就不會用那麼多酒 因為太濕 它會炸出來 效果會不脆 你用一些Sake 或者你喜歡可以用這個 紹興都OK的 那就噴一噴它 噴一噴表面 然後 就少少的生抽 大約是一個湯匙 先拌它一次 其實我們是要給少少底味 令它炸出來的味道 就好吃一點 你喜歡用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放些海苔粉去醃也可以 適量的鹽 適量的胡椒粉 適量的椒鹽 我們用少少而已 我們最後吃的時候再灑上去 其實純粹是要令到這個雞丸骨 去入到我們的調味料 即是吃我們的味 我早上打算做一個簡單的東西 今天又沒有空 又要拍多些片招呼大家 新年快要來 大家可能又會有人來拜年 雖然特首就沒得拜年 我們都要的 怎麼都要做一些食物招呼朋友的 我不是說他沒得拜年 他不主張拜年 對不起 然後將我們的雞丸骨 就倒回到麥王篩 這個有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醃的時候 因為它有鹽份 我們在醃的過程裏面 它會有少少水會飆出來 所以我們就想麥王篩 是將它的水分隔起 即是不想它太濕 炸的時候效果會好些 我們做完了 這一步我們可以 雙屁入冰箱 那我就可以上班了 好了 我們今晚見 首先畫一張超級索水的廚房紙 就是這些 這些嗎 好 將它按上去 然後就 好 初初雞丸骨的表面 將多餘的水分 就人乾 目的是只有一個 就是要將它 索乾它 渣乾它 我們這次是用這個氣炸鍋代爐 用這個非油炸的方式去做 健康一點 好了 我們炎之後 就可以準備少少的生粉 灑在我們的食物上面 不知呢 拌它一次 很簡單而已 平均沾上我們的生粉 這樣就可以了 雞丸骨就放在這個格子上 預熱氣炸鍋 好 攝氏180度 預熱 好了 我們預熱完成之後 然後就可以將我們雞丸骨 放進氣炸鍋內巷 其實不用調教了 不就是這樣做 是不是 你喜歡就噴油 不喜歡就不要噴油 因為本身這些雞丸骨 裡面都有些油份 當然如果你噴油就會健康一點 不不不不 當然如果你噴油就會更漂亮 更香脆一點 但如果你想健康一點 就用它本身的雞油 都可以的 好 放進去 後面這裡煮這個 就有些之前做的陳皮魚蛋 即是咖喱陳皮魚蛋 就順便吃了 所以這餐是一個非常之客 非常之簡單的一餐來的 炸的軟骨 陳皮魚蛋 還有一些即開鴨舌 沒有了 可能煮個麵 但忘記說 我們是要先氣炸10分鐘 180度10分鐘 我們稍後回來再拿出來看看 然後再升溫 就這麼簡單 其實原則上這條片已經看完了 對了 買了一些生蠔 先打開 我們5分鐘後就拿出來看看 其實你見到它的顏色都還沒得 還沒變金黃色 所以就還沒得 不過動一動它 其實已經很香了 好 繼續煮多5分鐘 5分鐘後 我們就見到很香 很大煙 它的味道就出來了 我們其實就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200度 那你不斷就撩一撩 都很香 很脆 稍後試一塊 好 200度 煮多最後的5分鐘 剛剛好 好 先看看 是不是看不到 先稍等一點 煮好了 不如試一塊 嘩 好軟 但是真的脆 好吃 今集又差不多 到此為止 喜歡的網友 記得要讚好、訂閱、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見 拜拜 asında 別的 sale 有 我們 出